12月15日零时至24时 辽宁省无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自立 均为港口从事冷链货物搬运的工作人员 为大连市报告 目前已隔离治疗 12月15日 大连市在对金浦新区大连港 一都冷链有限公司 应检进检人员定期例行检测中 发现4例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 疫情发生后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 省工作组连夜赶赴大连 调度指导疫情防控工作 大连市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 精准失策 坚决阻断疫情传播链条 4例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 均隶属于大连浩瀚劳务公司 在大连港一都冷链有限公司 从事进口冷链食品搬泄工作 4人同为一般组工友 12月8日定期例行核酸检测 4人检查结果均为阴性 按照进口冷链食品从业人员 每周定期核酸检测的要求 12月15日 其4人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阳性 现已转运至大连市第六人民医院 经专家会诊定为无症状感染者 疫情发生后 大连市全面开展流行病学调查 现已排查出感染者的密接次密接 共24人 全部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和核酸检测 结果均为阴性 同时寻找可能与感染者有过接触的人员 对其实施集中隔离观察和核酸检测 结果均为阴性 对于感染者所接触的进口冷链食品已全部封存 设施货物没有流入视察 大连市已开始组织对4名感染者所居住的社区全员 进行核酸检测 截至今日的12室 共检测8154人 其中3715人已出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依据感染者的工作生活出行轨迹 分层划定管控区域 设定分类管控的措施 确保疫情防控科学精准有效 按照精准严格迅速的原则 以对所有流调结果指向区域 均以全面管控 大连市抽调力量 对划定的疫点开展中末消毒 目前已经完成全部17个疫点的封闭和中末消毒 对感染者流调涉及的相关地点 严格按照规范流程实施环境消杀 货物垃圾清运 无害化处置 封闭管理等工作 接下来 大连市重点加强 进口冷链食品从业人员的 每周定期核酸检测 健康监测 个人防护 以及进口冷链食品的 预防性全面消毒工作 确保疫情防控措施落实落细 本台报道